大家好,我是中星市,中星王特约,杨祖波,尤渣。 今天我们来到浙江绍兴,跟张国强师傅了解一下中国的黄酒, 中国的黄酒历史、文化和娘制记忆, 领略一下中国的酒文化。 那我们走吧! 江绍兴,那边我看到了有一辆车,看起来挺好玩的, 那辆车有什么用的? 这辆车是我们把蒸好的米饭放到这个车里, 然后有工人师傅们拉过来,拉到钢里, 把这个米饭倒到钢里去发酵的。 江绍兴,这里有很多钢,又是有什么用的? 这些是我们的酒钢,它是用的发酵用的, 把米饭倒进钢里,然后加入取脉, 然后加入,加好酒母,把它混合均匀, 调好温度以后,然后再保温让它发酵。 这一钢料下去呢,将近有一千斤左右。 我们每天,东央的时候呢, 我们每天这样做,做一批,然后这里有八十,八十个钢。 八十。 郑师傅,这里也有很多钢,这里都是干什么的? 这个呢,就是上面我们看过的是前发酵, 然后它前发酵四五天以后呢, 就是要把这个料呢,打出来, 放到这样一个一个坛里, 坛里让它在滋润的盘境下进行后发酵。 这一批呢,差不多是12月七八号左右, 到现在呢,已经将近有三个月左右了。 这个盖上为什么要用盒业吗? 盒业呢,就是蒸箱的作用。 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一些产品吗? 这样的产品呢,有个几百个。 那这个黄酒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好处吗? 我进厂已经有三十几年了嘛, 然后一直在喝黄酒, 感觉这个黄酒呢,确实对人的身体有好处, 特别适合我们, 把这个黄酒冰淇淋啊,黄酒奶茶啊。 奶茶的用处。 对啊,黄酒加水果, 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品尝到黄酒的口味了。 我这次两会带去的建议呢, 就是一个呢, 要加强黄酒酿制技艺的传承和保护, 第二个呢, 就是要推动把这个黄酒酿制技艺啊, 申报为世界级的非沃州文化遗产。 因为呢,黄酒已经几千年的发展, 然后能够这样不断地发展嘛, 一个是因为它黄酒的这个酿制技艺啊, 有独特的魅力, 然后从事黄酒这个酿造的人呢, 现在比较, 说实话也不多, 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嘛。 现在我们要把绍兴黄酒跳出绍兴, 走出国门, 推向世界呢, 是为了让一个人增强我们的民族的自豪感, 第二个呢, 还是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来, 都知道这个黄酒, 都知道中国的绍兴黄酒。 以前, 就有听说过中国酒, 没想到酿制的过程这么复杂, 比如虾之酒药, 秋之麦渠, 立东开亮, 立春榨酒, 要顺应不同的时节, 做不同的工序, 我想这也体现了中国将人合一的历练, 这么古老的记忆还能传承下来,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, 中国传统文化有太多的惊喜, 我希望以后能了解更多, 将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。 这些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这个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